那我要怎麼把它搬 這邊是空的套件對不對 那如果你要把它搬過去也非常簡單 就直接怎麼樣呢 在Eclipse裡面 按SHIP的鍵 這些通通選起來 那可不可以丟進去呢 可以啊 非常簡單 拖拉進去有沒有 放開 他就怎麼樣幫你丟進這個套件裡面 那丟進去之後的話 我記得 他應該也會怎麼樣呢 會自動怎麼樣呢 幫你在上面加一個什麼 加一個package名稱 另外本來有錯誤的 就沒有錯誤了 為什麼 因為本來這個student 有沒有 可能在第七章已經有一個student 的一個class名稱了對不對 那前面同學一直 反意有問到說 這個 對外部class 外部class有這個class名稱就不行 但是如果你放在另外一個套件的話 他們之間就不會互相干擾了 所以可以用套件的方式 所以你們當然將來可以怎樣呢 把它用每一張每一張怎麼樣 就一個套件 每一張就一個套件的話 就不會互相干擾了 OK那這邊的話 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等一下 建立套件 然後呢 在這地方的話 試試看 等一下再來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等一下我們會再來看那個潮狀 潮狀類別 會影 有 有 會影 ��